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我今天呢,去帮那个一个朋友啊,去找一套房子 我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镇的镇中心 这位朋友呢,他想要帮他找一套房子,就是离镇中心近点的地方 他想那个生活什么都便利哈 就是有超市的,有商店的,有卖菜的地方 还有饭店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就是镇中心了 我家这个地区吧,分成两个区域 就是南面跟北面,这边属于南面的一个镇中心 所以说我现在就在这个周边看看有没有卖房子的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吧,他这个 没有中介,这个老百姓卖房子吧 他都是把那个小卖房子就在大门上写个卖房 然后把电话号码给写上 完了还有呢,就是靠他家这个朋友啊 还有亲朋好友给戳摸一下吧 说谁家卖房,就是靠这么穿摸 所以说我姐在这个左右啊,这个红筒里面转转 嗯,完了到时候帮他给找一个 完了,咱们往前走啊 嗯,走之前呢,先看看外面多少度 这个朋友吧,想来这避暑 现在外面是零上二十三度 看见吧,零上二十三 零上二十三吧,这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呢,是零上二十五度 还差两度 嗯,现在吧,我们当地人呢,大家看看哈 都穿的是长袖 这个地方呢,一辈子不用空调 嗯,有很多老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空调是啥样的 从这个胡同进去啊 进去以后呢 这就是镇中心,我随便找着一个胡同 我要来回溜溜啊 我就把这片给它全溜一遍 看大门就行 一般都在大门上写着 你好师傅,这块有卖房子的吗 没有 你没听说呀 没有,好像 嗯 就是有卖房子的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那我再往前走走看看 谢谢你了啊 这块是个大垃圾堆 然后呢,这块还有一个厕所呀 所以说这块的房子呢 我暂时先不帮这个朋友看哈 因为有垃圾堆的地方 有厕所的地方 它吓心臭啊 还得往前走走 你好啊 大爷 你好 这块有卖房子的吗 啊 卖房子的 卖房子 没有 没有啊 谢谢啊 我问问有没有卖房子的 哎,好好 我现在下车了哈 我下车吧 我得步行 我得走走看看 看这个豆角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接了 我们这块 这老百姓 嗯 有很多这个家里面门口 有块地的 都得种上 看这菜种的多好 我先走走看看 这是种的花菜 好像是 花菜现在长长多大呀 就这一点 就这一点 我先看看 这块没有 周边有卖房子的吗 卖房子 啊 没有 没有啊 啊 这块没有卖房子的哈 没有 后院那家卖了 把人的嘛 那后院多少下卖的 不知道啊 这个法头这个 啊 就你家给后院吧 啊 卖了 我看有 有人烧火吗 烧火院的呢 啊,那就肯定卖了哈 啊 你好师父 这块有卖房子的吗 我看你挺大的 好像没有啊 啊 我这已经走了好几个胡同了 我先问问有没有卖房子的 但没看见 啊 这个房子 你这 谁要卖慢慢打个呗 就啊 啊对啊 我看这大门上不有写的吗 我看没有 啊 那这套可能都被整掉了呗 下雨上 那你家这周边这邻居没有卖的哈 啊 我看你家这房子挺好 你家这房子盖挺大呀 那房子是个人的 个人盖的结实哈 它结啥也不脑子 冬天就不脑子啊 那你这个墙体盖的薄 那个 三七墙吗 要是盖五丁墙就好点了 对 但是五丁墙它废材料哈 对对 我已经走了有五六个胡同了 完了全看了都没有卖的 呃 这块这一带的房子吧 虽然说是镇中心 但他这块的房子吧 卖的也不贵 一般也就是一万五千块钱一套 因为这块的它院小 这个房子吧 一般的都是四五十平方 往那带一个院 呃 这一片呢 百分之八十吧 都是能过户的 都是有手续的 我再把这个胡同再看看 看有没有卖的啊 这个胡同要是没有卖的呢 我那个下午就上我妈家那边 那个那个核心区域 看看周边有没有 大家看见这个花了吧 这个花呢 它叫野百合 这个百合花就长这样的 这是野生百合 都是从山上挖回来 在家门口送上来 好 咱们再往前走 哎 你好师傅 这个周边有卖房子的吗 不知道 哦 没听说哈 看吧 对 卖房子贴在大门上哈 行 那谢谢啊 我再往前看看 刚才那位师傅说了 卖房子呢 都写在大门上 大家也听到了吧 好 看看吧 大门有没有 每家是一个大门 完了带个小院 为啥这个房子这么盖啊 这个前面这个是长房 就是储藏室 这块就是 都盖在前面 这样子吧 它这个空间都能利用上 这一片我是找不着了 都没有卖的 呃 我下午的上我妈家那边 都去找找去吧 我先把今天的活先干完 这一袋一袋装的呢 都是野生木耳 呃 这个野生木耳 这一袋是一斤哈 大家看看这个质量怎么样 这个野生木耳啊 它长的是歪瓜裂枣 大小不移 啥样都有 大家看看哈 它有这样的 这个野生木耳很多朋友问我 它是怎么吃呢 实际它这个跟那个普通木耳是一样的 呃 就是你吃的时候啊 完了 放在凉水里泡一泡 泡两个小时左右 完了 然后给它洗干净了 要是半个吃呢 就放锅炒一下子 但是记住也炒一下哈 要是那个想炒的吃呢 泡完了以后直接炒就可以了 这个野生木耳挺好吃的 大家看看哈 非常肉头 有很多朋友收到了以后 完了说质量就都挺好的 这是我家乡最好的木耳了 我现在开始诱惑了 大家又想要这个木耳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野生木耳 呃 完了要是找不着野生木耳呢 就点击出窗哈 在出窗里下单就行了 我去送货去 完了但是让大家看好家乡的风景啊 我看这个河的风景挺漂亮的 上面起了一层雾气 这个房子就是前几天一个朋友要买的 他跟那个房东谈好了 是两万三吧还是两万二了 但我忘了院里有一千多平方 大家看他家他家对面就是河 你看这个河开始起雾气了 他这个这块这个河吧 每天晚上他都起雾气 这个河里面有鱼啊 这个鱼都是冷水鱼 看看下这以前雨下的 这河水 但是这个水挺干净的 它是跟那个黑龙江是连在一起的 走吧 已经到会计了 所有的野生木耳 这一大袋子都已经送到这来了 晚上就游走了 好啊 晚饭